是這個功能轉換跟力學能守恒 跟那個能量守恒 好 是 16 其實是 好 等一下我們再講好了 不好意思 先把這講完好了 好 我們看重點一這邊 功與能這邊 好 第一個 能量是一種做工的物理量 OK 那也就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物體有做工的本領的話呢 就叫這個物體是具有能量的 那其實我們講的東西 它其實講的就是所謂的能量轉換 那能量轉換的那個 跟功能有什麼關係呢 你把它想下去好 功 簡單講就是能量的變化 OK 好 那這邊有舉一個例子 比如右手有沒有把它抬起來 就代表又有動能又有未能的形式 所以它應該是 其實右手的話是以未能的形式儲存 OK 它就如右圖嘛 因為你把它抬高嘛 所以應該沒有動能 講錯了喔 應該是未能的形式儲存 那能量的單位呢 是膠兒 跟公司一樣的 那能量的總是有這些 那當然 你不能講說只有這些而已啦 還有其他的嘛 光能 熱能 化學能 電能 核能 胃能跟動能 等等 其實連聲音 聲音也是一種能量對不對 好 再來 能量呢是沒有方向性的 但是 所以可以彼此怎樣 互相轉換 互相轉換 那能量呢 只有相對值 沒有絕對值 只有相對 所謂相對是說 我跟你比起來 我多多少 或是 少多少 這樣子